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正的在这里边能够跌起来一个脚 想去冲击自己的梦想 从小就二一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 希望真的到时候这个机会来了自己能做好准备 国家许愿我的情况下 我还是很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上午九点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准备一周后进行的女排国家联赛 2017年做了两次髋关节大手术的主教练郎平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 在这场比赛前正式回归 东京奥运周期是她执教中国女排的第二个奥运周期 58岁的年纪 每天都要克服身体的不适来指导训练 觉得挺困难的 因为特别是站在球场上很难受 不能站那么久 所以一直在努力的试验也在康复 每一天都在康复 到了北轮以后 就是球队全到齐了以后 基本上开始正规的跟以前似的每一天都全跟 虽然有一点困难 但是还在努力的适应吧 队伍在北轮集结后 公布了30人的集训大名单 这份名单中没有了主攻手惠若琪 副攻手徐云丽和二船手魏秋月 三位优秀的老队员选择在礼渔奥运会后退役 名单中朱婷 严妮 丁霞等老队员悉赛力 上个赛季以李莹莹为代表的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 也入选在名单中 在北轮 中国女排在新老交替中开始了新的奥运征程 我们这一次的新老交替在我感觉上弱了一点 有一批大队员不叫老队员 大队员也是不是很成熟 丁霞 袁新月 张张宁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老队员 主攻线肯定是朱婷的 特别是从进攻 包括他的全面性 包括他现在的比赛经验来讲 应该是一个核心 从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你自己主动的话 然后小队员也都看着 我觉得这一点 你是向大队员历劫他们 学习他们去做他们当时做的事情 然后带动这部小队员 另外我们希望我们的二船像丁霞 可以挑起这个担子 尝上这个组织的核心 我觉得自己在训练这方面 只能是努力努力更努力 然后做好每一天 然后也希望能够跟辜负教练的期待 另外像严霞 袁新月 这都参加过大赛的 也希望能够在困难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 就可能技术能力吧 还是需要更多的提高 但是对于场上更多的新的运动员来说 我的经验应该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相比于22岁的复工手袁新月 今年31岁的严霞 大赛经验更丰富 蓝网技术更加成熟 球迷亲切地称她为中国女排的北长城 礼于奥运会后 严霞经过短暂休息 在这次北伦集训中正式回归 刚开始恢复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挺困难的 因为我现在也是有一些伤病 自己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的队员 就是在训练当中能更加努力 然后比赛就是需要我 我就是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傅宫这个线上呢 现在基本上全是年轻的 我们需要他来稳定 作为他的年龄来讲 我觉得在世界排台上他都不算大 严妮在国家队中属于大气晚成的选手 2015年 28岁的严妮才迎来自己国家队首秀 但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她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巴西队的表现 作为替补登场的严妮 将身高和必长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场比赛她全场进账11分 在教练和队伍的需要来说 也是对我 也肯定也会激励我 去在平时的训练中更加努力 然后给自己也是定一些目标 我觉得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回来的时候 今年我们就是跟这些奥运队员专门开了一个会 我们就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 你的这个求生的欲望 是不是这么强烈 是不是还是奔着每个冠军去的 就是我自己说的 就是希望自己能团结起这个队伍 然后自己在新的这一年了 希望自己能有更高的追求 我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份担当和责任感吧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提高感 这天下午的训练快要结束时 刚刚结束土耳其联赛的朱婷 来到训练馆与队伍会合 李渔奥运会后 朱婷接过了队长的重任 队长这次对我来说 应该算是一个新的 九色 当然我也是在调整 也是在学习 因为大家同时一批对于能源 年龄也很相仿 所以一些方式方法 我觉得一些经验 要从大家身上去学 从教授身上去学 然后最重要的我身上来说的话 我可能要很好去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队长的职责之一吧 每一任中国女孩的队长 不论你的技术状态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你都要承担最重要的这个场上的核心这个责任 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被飞 加强我们的飞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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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方面给他提了一些建议 希望他能够耐心等待 这些队友的成长 也希望他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要更耐心一些吧 朱婷是目前世界排坛第一主攻手 她是中国女排迄今为止 唯一在世界顶级排球俱乐部效力的中国球员 曾三次获得过最有价值球员的朱婷 2016年奥运会之后成长很快 这位新队长是整个队伍的核心 也是世界大赛上各队防守的主要对手 2016年的奥运会 朱婷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相对来讲 对他还不是那么了解 有点像秘密武器一样的拿出来冲锋 还是效果很好的 2016年奥运会以后 他也是中国队最主要的一个得分点 对手肯定的会全力以赴的对付他 发球要找他 朱婷一盘到位 扣球要拦他 所有什么事情肯定都要消耗他 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 中国女排在半决赛 仅以两分之差不敌意大利队 止步决赛门外 最终收获了一枚铜牌 我们也希望我们其他的队友 也要更快地成长和提高 来承担分担一些压力 当对手重点蓝方朱婷的时候 那其他的进攻点能够有更多的威胁 朱婷也是希望每个人在场上都要越来越全面 没有一个短板 然后让你去打哪个位置 你都可以去胜任 其实在成长方面 包括心态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吧 就尤其在关键分的时候 包括你落后的时候的心态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很好的收获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比较全面的攻守 必须要就是每一项都能会来一点 然后也是在每一项当中能够做到更好 沉淀吧 希望自己不那么浮躁 也是在今年希望有一个突破 每个技术的精确鞋 每个技术的精一球精 这种工匠的精神 我觉得要去多磨练一些 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中国女排16名队员在北伦 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封闭训练 拿下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是队伍2019年最主要的任务 奥运的资格赛应该说 难度也不比奥运会小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把握好 做一些强化的训练 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力上 要有所突破 我觉得所有的技术环节 都还有上升的空间 可能因为也经历过了奥运会 知道奥运会的层面不幸 所以现在更加知道 需要塌下心来好好的去训练 只有练得踏实了 才能在比赛场上 打出自己真的水平 中国队和三支欧洲球队 杰克 德国 土耳其分在一组 小组第一将直通东京奥运会 距离比赛还有两天 队伍结束集训 来到比赛场馆进行首次适应性训练 我认为还是要摆成位置 因为我们并没有那样的实力 就是说我打谁都是有能力的 还是要更关注于自己的一些 薄弱环节 让对手不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的弱点 首场比赛 中部队三比零击败杰克女排 取得开门红 第二场比赛 对阵德国女排 主教练郎平没有排出张昌宁 而是选择了年轻球员李盈盈首发登场 担任朱婷的对角位置 当时那个感觉就很紧张 就紧张到我的腿都不知道该怎么动 觉得全场的灯光都照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在场上会断险 动作也会总是会停下 然后动作不连贯 所以求盗着就死 盗着就死 前两局比赛 中国女排赢得艰难 第三局 郎平用刘晓彤换下了李盈盈 哲国队不断冲击中国队的遗传 搬回了一局 接近一点 将干嘛跑起来 大不乱他 中国队在第四局进攻更加积极 通过反击拉开了比分 李盈盈也找回了比赛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在慢慢的成长 也是在走向成熟的运动员 自己也希望能承担起一份责任吧 因为我还希望自己能冲出来去承担一些吧 最终 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 中国队三比一战胜德国队 这个比赛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知道今天将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所以我们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 球员表现得非常的顽强 另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在篮网和防守方面做得更好 最后一场资格赛 中国女排与土耳其女排展开较量 这也是争夺东京奥运会入场券的关键之战 球迷们都期待着中国女排能在主场赢得胜利 演员巩俐也来到现场观看中国女排的比赛 女排电影夺冠正在筹备拍摄 所有的媒体啊 球迷都很期盼着 说中国女排要有一个好的成绩啊 因为毕竟我们上个周期是冠军嘛 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嘛 因为这个是奥运会的资格赛 也拿到了可能就直接拿到奥运会的门票嘛 这场比赛 主教练郎平派出了最强阵容 七人首发名单中 有六名队员都曾参加过礼约奥运会 曾经参加过奥运会金牌的这些运动员 就是要在球场上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在困难时要站出来 比赛一开始 土耳其女排的进攻势头非常强劲 关键时刻 第二场对阵德国队时没有出场的张长宁 展示出了强大的个人实力 进攻和篮网连续得分 无论他们怎么样 希望能够在比赛场上 打出我们的最好制约到他们 随后 中国女排进攻端打出一波小高潮 25比18先下一程 第二局 土耳其换上了攻击力更强的两位主攻手 中国女排利用拦网和反击迅速将比分拉大 25比12赢下第二局 虽然前两局取得领先 主教练郎平并没有放松对比赛的要求 第三局的比赛归在地拼了 两个接应都换上来了 博兹跟卡拉库尔特都在场上 土耳其队在第三局轮番变阵 得到了一定的效果 一度将比分追平 中部队七名首发队员打满全场 中途没有一次换人 状态越打越好 前两场比赛状态平平的丁霞在这场比赛得到释放 三次进攻得分 看投球 金霞准备得非常充满 看投球 金霞准备得非常充满 看投球 金霞准备得非常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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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是比较好的机会 自己也没有犹豫 看到线路也就下手了吧 今天就是放得比较开 随着朱婷发球直接得分 中部队25比18获胜 3比0战胜土耳其队 在第一时间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3 2 2 3 2 2 3 3 我们的心情在澳大部门上 能复杂创的家庆 这个是我们的 所以这一个问题是 昨天我们没有看到张肯定是在游戏 今天我们看到他在游戏 你跟他说话吗 还是有办法今天呢 我们今天留着他今天打的 很兴奋吧 19年然后也是没有想到 能够那么那么的顺利 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 在奥运赛场上 发挥出我们自己的最好水平 现在应该就要真正成长了 自己确实需要 把强的优势继续保持下去 然后把弱势自己强大起来 然后充实自己 每一场都能够发挥出来 比较高的数 就算遇到困难 在困难中 自己也要努力地调整 去把当时的好状态拿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 然后我也是希望以后 如果能去奥运会的话 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一些吧 上午九点半 中国女排正在进行 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 我们每一天的训练 还是要求的很严的 排球不仅仅你在进步 别人也在进步 如果我们进步慢了 就等于不进则退 我们一定要努力 每一次的比赛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凌晨五点 在雨中 北京集训的16位女排队员 踏上了世界杯之旅 由于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刚刚结束 除了美国队之外 很多队伍都没有派出全主力阵容 经历了六场胜利 中国女排与同位六连胜的宿敌美国队相遇 中国女排往哪一些方面去发展 去进步 才能够跟对手抗衡 首先要解决自身的问题 要提高自身的势力 就是攻守攻防一定要全面 抢手之间的对抗 只有主题一点是远远不够 一块人到位 直接发球得分 擦网 8球直接得分 今天我们还是发球这个意图 非常的坚决吧 确实也是非常有效 不攻电给丁霞 左手像坚硬一样吧 这个小打中 想牵扯一下对方的篮网 不想让那么多人去篮那个朱婷 跳球 朱婷篮网得分 好球 这球直接得分 张刹宁 好球 好的 现在中国队25比22 今天是3比0战胜了美国队 所有环节基本都是完胜对手 在之后的比赛 中国队未丢一场 以11战全胜的成绩 第五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中国rasp HSP D Srod magazine wiem 缅 为 HA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 和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目标都是 升国旗 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张尔邦副球 中国女子排球队 战胜了美国队 夺得了第23届奥运队 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1981年 中国女排就是在日本 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就此开启了 世界女排史上的 第一个五连冠 从那时起 女排精神就在一代 又一代球员身上 传承发扬 2019年世界杯的冠军 是中国女排获得的 第十个世界冠军 也是主教练郎平带队的 第三个世界冠军 结束世界杯的比赛 中国女排的队员 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 参与到了电影夺冠的拍摄中 很杀就是很帅的 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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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米是本色 对 平时比这个面目还要冷 这已经够给面了 嗯 我才高冷点 这有景点 不是急着点都端端了 能抹着点 多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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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就端 端不上来了 说吧 说到 好 再来一次 可能一条要拍好多遍 我们昨天就感觉挺简单的一条 拍了十四遍 我来 觉得哪会变得好 是 动静不容易的 这一天 北京进入了入夏以来最热的时候 早上八点半 女排姑娘们陆续来到训练馆 此时的中国女排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也没有预兆过的 就是从2020年的疫情开始 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就推迟了一年 我们的这个奥运周期从四年变成了五年 毕竟我们这个四年嘛 都是按照这个四年一个周期的计划 包括培养人的计划 和我们新老交替这个节奏走的 感觉一下人不是说卸下来了 就是一下就觉得 哎 突然空出这么多时间来 怎么办 从19年世界杯以后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比赛 因为没有比赛 你就看不到你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一个未知 延期一年的时候吧 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经常会出现有一些放弃的情况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确实会有一点波动 因为原定的计划来说的话 都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不管是从队里 还是到个人 所有的这种备战都要去改变 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因为觉得年初的时候 是充满了干劲来这儿 希望就是好好练这几个月 能够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的 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延期 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年轻队员在这个上升期 我觉得需要时间来进步和提高 而且我觉得这些时间 可以让我跟姐妹们缩小差距 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好机会吧 就你的发球的质量 两个方面 一个是怎么用好时间 另外怎么调整好节奏 因为你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 要寻找这个训练的激情 为了调动队里的气氛 今天队伍幻象调整 姑娘们从排球馆走上了绿音场 林立 小宇 小头 牛逼 刘侠 小元 小梅 曾 左 来 你们分开左 女排姑娘们在绿音场上 显得轻松而活泼 与在排球馆里的紧张训练气氛 截然不同 小达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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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干嘛呢 小达 你俩干嘛呢 小达 你俩干嘛又要跟他讲啊 小牙要想啊 我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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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还要出去 就玩这些游戏 也特别那个争强好胜的 因为游戏嘛 就是开心就好 不过他们也得争 什么谁打得快啊 谁得分多啊 反正就是那种运动员的性格 我这天好四百米 在一分三十秒里面回来 回来以后你休息休息 然后再好 如果说足球场上更多的是放松心情 那么田径场上的四百米八百米 就没那么轻松了 二船组丁侠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紧接着是副公手 而零零后小将主公组的李荣盈 落在了最后 尽管八百米跑落在了最后 但作为全队年纪最小的队员 李盈盈最近的训练成果 得到了主教练郎平的肯定 营业训练也是特别好 跟第一年比啊 那真是两个人啊 从那个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素质的控制 你看他已经体脂下来了很多 就肌肉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啊 增加 包括他的前后排的这种平衡 技术方面的平衡 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技术上靠每天训练的积累 在比赛上大家都会有看到 然后主要是还是心理的强大吧 心理上的程度 对比赛 在比赛中自己心情的把控 会比之前更从容一切 这是李盈盈 四号位套球打手出界 好的李盈盈 然后李盈盈拦网得分 在球场上的意识 包括对比赛的阅读 还需要尽快提高吧 因为技术这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场上的打球的意识 这一年可以让我提高 我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让更好的自己 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打球的经验和意识 这些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是需要在比赛当中 来积累的 那现在比赛没有 我们就尽量的 在一些业务学习当中 给他们讲 因为我们有看一些录像 我们分析 我们哪些方面还不足 还有很多潜力去提高 把这个比赛少 我们就拿这个当一个参考 当一个标准物 然后我们在训练当中 这样就 如果是多打一些直线 或者就穿重一些 怎么效果更好 下山路啊 遗传啊 防守啊 包括一些往前的小球 可能原来因为像 往常的现在 都已经在进入比赛期间了 很多这种小球 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去练的 更多的练的是对抗 但现在我们有时间 去抓这些很小的 这些技术 可能一场比赛 不一定会出现很多次 但往往出现 都是一个关键球 张长宁作为队中的主攻手 在这个周期 主教练郎平 让他尝试打接应的位置 但队内已经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了 几乎我们所有主攻手 都会去打接应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在场上 每个人就是都要 每个人都会打 现在也没有顺 哪个位置打得不顺 哪个位置打得顺 最起码的就是 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 这样的调整 最开始也并不顺利 因为毕竟主攻的接应 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 动作都是反的 但是通过练习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互补的 就包括我可能 蓝二号位是往右走的 但同时一样 你在四号位 你去并蓝后三 也是往右走 其实是一个互补的 几位年轻的运动员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特别好 这一年多了一年 又多了训练的积累 技术的成长 包括比赛的经验 那肯定明年 如果是说奥运会 正常举行的话 奥运前还有很多的比赛 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积累和提高 明年的比赛当中去展示 最近几周 球队的集体训练 并没有看到朱婷的身影 此时他正专注于康复治疗 2017年 朱婷手腕受过的伤 并没有完全恢复 这个时期 教练组和医生 专门为他定制了一个 为期八周 完全不触球的调整计划 我现在处于 更当哪之年 所以身体 包括伤病 对我的困扰不是特别多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作为强者 要承受到压力 确实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作为集体项目来说的话 我觉得一是由教练 帮我去制造 帮我去训练 帮我去体高 二是我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去请求一下 我的队友去帮忙 因为大家可以做到互补 然后互助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对我来说 它压力并不成的 这个多出一年的奥运周期 给了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更多系统的调养伤病 苦练基本功的时间 她们不仅在技战术上 不断完善和提高 教练组还根据 每个队员的特点 制定了特殊的体能训练 体能方面两个目标 一个是在你最弱的环节 比如说你有伤病的环节 要加强力量 整体塑料提高 启动的这个爆发力 弹跳原地的爆发力 核心的怎么样运用 每个月测一次 小测验 比如说弹跳摩膏 根据我们的专项 你比如说这个变相移动 包括移动耐力 机制 我觉得这些方面 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 细小的环节 漫长的封闭集训 终于在2020年9月初结束了 讲述中国女排 李月奥运会的电影 夺冠正式上映 郎平出席了电影的首映活动 这也是她在疫情之后 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我换完之后 等一遍 然后 好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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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帮我签签 哈哈哈 弹琴这个手要用劲吗 也要 也得用劲 需要 就特意锻炼这个肌肉 哦 那你看我这个手 它弯不了很大 也能弹 我觉得是就是 就更好 哎呦 哈哈哈 行了 厉害了 我这个年龄在学钢琴可以吗 这永远都不会玩 都不会玩 你可以教我是吧 好啊 哈哈哈 我教一下孩子 你教我 好 好 每到冬天 中国女排就会来到漳州的训练基地 进行四十天左右的封闭集训 漳州我们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集训基地啊 我从16岁第一次来啊 一直到现在 就是一来我们就觉得很 心很静很踏实 像回家一样啊 就是来闭门的训练啊 提高水平 距离东交运会的日子越来越近 这次的漳州集训 主教练郎平根据每个位置的需要 选拔了二十个队员 为什么我们集中了二十个人 因为啊 我们有些老队员是有伤病的 他不可能每一天站在这个位置啊 全力去训练 有一些调整 所以呃 选手在这个位置上是有缓冲 可以轮流的休息 先准确判断 然后加速 好啊 所以你们做这个的时候 要当实战主 好 在这二十个队员里 复工位置上就有七人之多 复工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的这个成长周期是比较长的 自从这个巡礼退役啊 杨俊晶退役以后 那么现在参加过奥运会的复工 只有袁新叶和阎妮 那么阎妮虽然这个成熟了 但是他现在伤病很重 复工手阎妮 曾在2018年试锦赛和2019年试解杯 两度获得最佳复工的荣誉 好球 漂亮 严妮单人篮王 今年34岁的严妮 是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 这两年 严妮一直饱受伤病的困扰 竞技状态有所下滑 这个特殊的奥运周期 对严妮是个不小的挑战 像我现在也不能跟我过去二十多岁的时候比了 毕竟打了时间很长了 也身上伤病比较多 然后我必须每天都要去练一些身体 也去补充一下就是我个个关节的力量 每天训练结束后 严妮的治疗时间都要比别人多半个小时 我今天膝盖都肿了 有水吗 好像没有水但是肿了 疼痛的时候 我确实也经常会出现有一些放弃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吧 大家身上都会有伤病 也是大家也都在克服 我觉得都是互相在激励吧 然后也要靠医治品质去克服它 人家多学习老龙女排的精神 其实朗岛一直在场地吧 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作为一个主教练 因为也是一个带头养 每天我也尽量地要求自己 最充沛的这种精神面貌 给队员更多的鼓务和要求 复工先生的另一个主力队员 袁欣月 是这一届中国女排各自最高的队员 五年前的李渔奥运会 还是替补队员的她 在东京奥运周期 已经成长为复工位置的绝对主力 李渔奥运会那一年 感觉操的心会少一些 毕竟还是小孩 就是只要冲得出来就行 这一届奥运会我希望 真正的在队里边 能够顶起来一个脚 能够为队里边分担更多的压力 东京奥运会每个队中复工位置的 标准配置是三名队员 年一袁欣月毫无疑问占据了两个席位 第三复工的人选将在几名年轻选手中产生 其中王媛媛在2019年师姐杯 2021年排超联赛和全景赛上的出色表现 让她成为东京奥运会第三复工的有力争夺者 还是在一个打磨自己的阶段 跟前面优秀的复工 现在你一姐包括小孩还是存在有一定的差距 我把自己摆在一个冲击者的角色吧 想去冲击自己的梦想 包括去突破自己的水平 中国女排每天进行8小时高强度训练的同时 欧洲等地的联赛并没有因疫情而中断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同组最强对手 意大利队的进攻核心艾格努 竞技状态持续上升 并带领队伍在联赛中获得冠军 对手长期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对中国女排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我们反而尽量争取一些国际比赛 第一个比赛就是4月底的测试赛 在日本举行的 虽然对手只是日本队 没有更多的球队 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的一次机会吧 出发日本的前一天 主角练郎平早早就来到了训练馆 朋友送的 真可爱 我们叫他小伙儿 对于这次日本的比赛 队员们也都显得很兴奋 我自己赶紧睡一觉 今天就要出发了 什么心情 好 好 哈哈哈哈 因为是一个没有接触过场馆 听说馆特别大 也是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 能够好好的适应这个场地吧 还是很激动吧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出国比赛了 感觉重要他出国满了那种感觉吧 然后也是想帮我们这段时间提出我们的成果吧 也想展现一下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提到吧 平坡 我们给大家大助国满的机动吧 采访一下自己有点小紧张 小紧张小紧张 自由人王孟杰特地在球馆里挂上了一串千纸盒 寓意平安顺利 给你们大家好运气 希望吧 今天上午是出发前的最后一堂课 这种比赛呢 大家一定要专注 今天我们会打的时间长一点 比如四局啊 或五局啊 大家一定要自始至终的 保持正常比赛经理的专注 你们自己互相鼓励啊 走 呀呀 好 好 停动 停动 停动快点点 反应快点 愿你反应 愿你反应 好 哎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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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确定球在那儿去了 你再去 好 对 要实战 行动要实战 好 好 好 得了这一分 你的事情就切了 每一个戏机 每一个节奏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打关键球 关键的时候 那该长点的时候 我不输 这你就没输 他输了 我就一出一进是两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去总结这个东西 好久没有打比赛 马上出去出征比赛的时候 这个节奏 马上给他恢复 啊 今天的训练课比往常多了一个小时 队员们开始午饭的时间 已经是下午1点40分 平时都是午饭 吃午饭 没完成任何就 今天算吧 今天算吧 我看 下午的训练结束后 主教练郎平开始准备行李 在他的随身行李中 三副眼镜是必带的东西 我是近世家散光嘛 要戴这个眼镜 看那个球速 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眼镜很帅 怎么样 特别帅 就看你球怎么赚本啊 冬标运会的时候是不是就戴这个 不能告诉你戴戴一下 要看心情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一般的 出去啊 如果阳光啊 比较那个什么的话 就保护一下啊 这个是墨镜 也是很棒的 啊 再戴一口罩 基本上不知道是谁啊 这样比较有私密啊 护一下 这个呢 得戴在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怕要填表 这就是阅读眼镜啊 就是我们所谓是画镜 写的东西看得清楚 这就是这几个眼镜的来历啊 早上七点 中国女排的15名队员从北轮出发 前往东京 参加5月1号举行的奥运会测试赛 这也是2019年世界杯之后 中国女排的第一场国际大赛 最终中国队三比零在这场挑战赛当中取胜 东京奥运测试赛结束修整不到一个月 中国女排辗转意大利迎来世界女排联赛 这也是东京奥运会前 与对手正面交锋的一次宝贵机会 为了保证主力队员日常训练进度 前三周比赛 主教练郎平派出以张长宁为队长的年轻阵容出战 他们与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强队相遇 遭遇了四连败 一传半到位 张长宁 一锤定音造成了对方狼网握果 在与巴西队的对阵中 张长宁拿下36分 带领中国队逆风翻盘 在参赛的16支球队中暂列第10位 之后的比赛 主教练郎平派出全主力阵容 迎战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小组赛上的几个强劲对手 意大利队 俄罗斯队和美国队 这也是中国女排赛前了解对手的最好机会 最后龚翔宇打下最后一分 中国队3比0 在今年世界联赛的凶犯赛最后一轮 完胜美国队 虽然无缘四强 但中国女排的主力和替补阵容 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锻炼 随着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 中国女排正朝着未免冠军的巅峰之路 不断前行 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 这个奥运会是最高荣誉最高级别的比赛 非常期待 我也很荣幸能够再次带领中国队 参加这个奥运会 也希望尽我所能 帮助球队取得最好的成绩 东京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战胜自己 我们先不和别人也先和自己比 希望在五年以后 我能够在厂上比 五年之前要更加的成熟 让我有担当 国家需要我的情绪下 我还是挺希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还是不给自己留遗憾 全力以赴 自己要做到心里有数 各种困难都要应对 从小奥运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 希望真的到时候这些机会来了 自己能做好准备 你把自己强大之后 我觉得真正的另外一个问题来对手的话 我觉得会很容易就能克服 因为我们是个集体 我们可以创集体的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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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圈 新手CC